原来传说中的雷神索尔真实存在 那家伙远古时期就曾大驾光临过地球 SGE小队穿越新门 来到一个雷神之锤标志的星球 谁知刚来就碰见一帮怪力怪气的原始人 这些原始人瞅见SGE小队的各位 居然用英文齐声大喊起雷神索尔的名乃 随着他们的喊声 星际门上那个雷神之锤的标志开始翁翁坐下 逼是道不对的欧尼尔 赶紧叫杰克逊开启新门撤离 就在这时 雷神之锤上面射下一道蓝光 开始扫描SGE小队所有人 幸好都没有出什么岔子 直到蓝光照在提拉克身上 他的肚子突然疼得厉害 提拉克在蓝光下痛苦地嚎叫起 欧尼尔赶忙想撞开提拉克 结果两人刚一碰面 就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杰克逊和卡特两位一脸猛低 杰克逊认为两人可能已经死了 但卡特觉得在北欧神话 雷神索尔向来是人类的守护神 应该不会伤害人类 正当两人一头雾水时 一个女组长骑马来到新门边 她以为两人是天神 因为从新门出来的 除了邪恶的勾阿鲁德寄生虫 就是阿斯加德的神族人了 当杰克逊提起地球的别称尘埃时 组长立刻知道他们就是地球人 虽然来到这里已久 但所有人都知道地球是他们的远古家园 至于星际门上的那个雷神之锤 组长说那是神族为守护他们而见 被抓走的人去了哪里 组长就不太清楚了 虽然这里是雷神索尔的地盘 但以前也有人被雷神之锤传送走后 与此同时被抓走的提拉克和欧尼尔 此时正困在一个漆黑山洞里 提拉克体内的勾阿鲁德寄生虫 被蓝光照射过后疼得不行 两人正嘀嘀咕咕的时候 山洞里突然出现一道亮光 紧接着雷神索尔居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索尔告诉他们这颗星球受阿斯加德的保护 所有进入这里的勾阿鲁德将被消灭 只有宿主可以活着离开 问题是提拉克体内的勾阿鲁德意思 提拉克也会挂掉 欧尼尔试图跟索尔交流 发现他只是预先录好的视频 提拉克知道自己可能走不出这个山洞 让欧尼尔自己离开 但这么有责任心的军人怎会抛下战友部 两人在山洞里到处找出口 没想到在水池边发现一堆骸骨 提拉克一看就知道是被寄生的勾阿鲁德 他们跟着寄主一起死了 更恐怖的是这些寄主全都是被活活吃掉的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山洞神殿里 提拉克发现武器在这里不起作用 但人类的枪居然可以开火 很快那个吃人的怪物就闻声赶来 他长得又丑又吓人 像没进化完全的蜥蜴人 没想到这丑东西还会说话 他认出了提拉克是假法人的身份 自称是第一个勾阿鲁德寄生体古纳斯 古纳斯要提拉克杀死欧尼尔 然后一起享受大餐 早已叛变的提拉克当然不会听他的 这让古纳斯大怒 这个大boss就这样被欧尼尔吐死 两人正要离开找出口 古纳斯眼中突然闪起黄光 很快就重新活过来 直接用手挖出身上的子弹 欧尼尔和提拉克听到声音知道大事不妙 赶紧加快速度逃向洞口 但最终还是被古纳斯拦住 这个丑陋的地生虫嘲笑欧尼尔 说人类武器杀不死他 欧尼尔不信这些 两人再次把弹夹惊空 虽然古纳斯很痛苦 但这次没直接倒下 两人趁机再次逃向洞口 逃了好久 终于看到出口 欧尼尔先出去了 提拉克也跟着出来 却突然被红光禁锢主 痛苦不已 欧尼尔只得再冲进去 把他从红光中拯救出来 与此同时 杰克逊和卡特跟随女族长来到他的领地 看到了那个曾被雷神之锤带走的女人 他正在用勾阿鲁德装备治疗族人的风势 他之前也被寄生 但雷神之锤驱除了体内的寄生虫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这给了杰克逊希望 因为他的妻子也被寄生了 也许可以用雷神之锤救他 但首先得救回失踪的老兄们 女人带他们爬上山坡 来到一个山洞前 他说之前就是被雷神之锤传送到这里的 山洞里古纳斯又再次追了过来 两人再次朝着古纳斯猛的射击 很快两人就只剩一个弹甲 显然不足以杀死这个怪物 两人对视后想出对策 欧尼尔一直留着子弹 让提拉克近身搏斗 最终将古纳斯逼到了红门边 然后两人齐齐对古纳斯疯狂嗓射 古纳斯受伤后倒退 快要退到洞口 但弹甲已打空 提拉克只能扑上去 用全身力气将其逼向红光大门 规于近视 欧尼尔再次出手 将提拉克拖出红光 提拉克检查了古纳斯 发现已经被红门彻底消灭了 就在这时 杰克逊等人也顺着声音找到这里 最后杰克逊尝试用提拉克的武器 从外面击毁红光的 SGE全员逃离山洞 本集故事至此结束 雷神索尔的真面目至今还是个谜 但可以肯定确实存在过 还和古人有过接触 SGE这次历险虽惊险 但也让他们见识了天神留在人间的遗物 只可惜真相仍然没有解开